Hi 各位好 我是盧卡斯 最近发生了一起关于黑社会的事情 真的是令人神共愤 所有人看了都会非常生气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可以看见华裔青年在房间里 遭多名男子轮流殴打 地方援引刑事法典147条文 引发骚乱角度下开档调查案件 是的 各位 真的是太生气了 被打的这个人只不过是要退党而已吗 这群人凭什么 在这个时候还不遵守SOP 疫情都这么严重了 当然打人也是不太对的 除非你这个人很欠打 没有错 今天我们重点要来聊的不是黑社会 而是大马即将迎来的第四波疫情浪潮 如果你有看推特的话 hashtagGarajian Gaga 竟然成为了Trending第一名 换来言之 这次不仅是华人社群 马来人社群也是炸开了过后 是的 我还蛮确定 这是马来社群 因为第一 Garajian Gaga是马来自 第二就是华人上推特都是看别的东西的 不要问我是什么 女生千万不要去开男友的推特来看 社交媒体推特上 网民对国门政府的不满 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推文中带有失败了政府的标签 就超过八万六千个 此外也有网友感叹 确诊人数太多 意味着无法回乡过开斋节 也有一些人抱怨抗议失败重创旅游业 是的 各位 现在不能够旅游 然后慕尤丁就委任了一个富的旅游部部长 这就像是你在减肥不能吃东西的时候 你朋友突然就还买了一杯奶茶 在你面前晃一样 人民当然会不爽生气 大家要记得 当初我们实行紧急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传染率RT是1.1 现在则来到了1.19 不减反真 钱花光了 人民也被关了这么久 结果开斋节还不能够跨州 李小龙看到的忍不住 所以就晃他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想象吗 这么多人发明一个hashtag 来骂慕尤丁 看来慕尤丁心理素质 你真的才是真正适合做网红的人 不像其他网红 几个人骂你你就崩溃 学一下慕尤丁 在这里我必须引用 马华工会外交局讲的话 他说难道目前美国、韩国、日本、香港、泰国、柬埔寨 出现第三或第四波疫情吗 可能性是政治造成的 讲得太棒了 马华真的很棒 这句话 开始赶赶对慕尤丁政府开炮了 对不对 很棒 什么 他说的不是国盟政府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以上的话是在对西蒙抗议失败而讲的 西蒙 我觉得我现在就像是被AV封面图片一样 好外面看上去很厉害 点进去看又是另外一回事 马华果然还是马华 大boss不敢打跑去打一个外面不关事的小兵 但无论如何确实政府的防疫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人民是不是也有责任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重点了 首先我们来看李文才医生的讲法 他说政府之所以会抗议失败 第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提升我们的追踪系统 在这里我就补充一个例子好了 例如乙保就有一个女模特儿 在接触了高危险的病患之后 她就自动自发去做subtest 但是在这期间他也到处去趴趴走 这其实本身就是错的 如果在外国这种二次接触者 其实全部都要被标记起来重点观察 不能够让他们乱跑的 但是我们政府却没有追踪他们 我们的追踪能力还查过那些天天在 Instagram天天舔屏的creepy guy 他们follow的更仔细 连你去哪里他都懂 你穿什么内裤他也知道 更夸张的是被确诊之后 这个女模特儿还可以跨州 从乙保回到吉隆坡去隔离 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家隔离起来比较舒服 这就代表他在发现自己确诊之后 医院并没有和政府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来限制这个人的出行 追踪这个人看他到底去哪里 如果在国外 这个女的早就被送去隔离中心了 还让他出门 我们这里让他出门 你还可以选择看你要搭BAR 是来感染更多人 还是要搭Grab回家 你要回吉隆坡也是可以 随便你 反正我们这里采取的是Honor System 你按照你的良心做事就可以了 非常的信任我们的人民 政府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都是政府的错 女模特儿肯定也有错 但是你居然aspect这种IG网红头脑袋 我觉得政府才是真正的错 人民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也有 李文亮医生就讲 人民开始对SOP松懈了 毕竟政府一直换SOP 以及很多上执法的不明确 以及双重标准 导致人民很困厚 就像我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可不可以去户外多人用餐 或者是三个人跑步 犯不犯法之类的 对不对 阿努亚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说人民开始有所谓的Pulseman effect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有了疫苗 而开始自满到处趴趴走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 有疫苗之后 我们当然可以自满一点松懈一点 这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像是英国或是韩国 都因为疫苗出现后 感染率大幅的减少 但是在马来西亚很特别的却是 我们对于疫苗的宣传非常卖力 但是对于疫苗的施打却非常的费力 像是凯里 达了科兴疫苗之后 就会讲中文了 大家非常的开心 博得满堂彩 觉得有疫苗之后 我们就可以趴趴走 但是私底下 我们疫苗的进度却是慢到 连KTM都会嫌他慢 你知道吗 KTM都会嫌他慢 彭博社的数据就指出 要达到75百分比的群体免疫 大马需要5年的时间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但是人数比我们多的 美国只需要3个月 英国4个月 新加坡5个月 欧洲的27个国家加起来 8个月就可以了 我们却需要5年 各位5年 凯里在那边讲说 打了疫苗之后 中文变好 我感觉很好 我的中文也突然变好 讲真的 5年的时间 你去老老实实 报一个中文课 搞不好学的 都还比较快 当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疫苗不够 但是采购疫苗 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对不对 也许我们可以不去设立一个 新的旅游部副部长的职位 少花一点工奴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花多一点钱 去买疫苗 又或者是我们可以 不捐给博士尼亚5万剂的疫苗 对不对 甚至是 如果我们真的 真的不能够再买更多 真的就是外国人排挤我们 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承认 我们打疫苗打得很慢 而不像凯里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宣传 而且还要跟纳吉打口水战 讲其实也没有很慢 至少我觉得人民知道实情之后 也不会那么的自满 状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好一点 但是很可惜 政治人物都非常喜欢充当救世主 我很讨厌这样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这一支能够拯救大马社会的视频 分享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 李文财医生就说 政府部门各做各者 把责任全部推给资源短缺的卫生部 尤其是教育部在开课之后 并没有严格的调整 以及应对疫情的这些SOP 确实如果你看新洲的头条 就是什么 复课至今186所学校确诊 校长职工会表示 县教育级以及卫生级 他们处理非常缓慢 甚至内文还有说到 在他们学校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后 他们还联系不上这些官员 甚至是有很多的指示 都是冲突和不明确的 大家是否发现 我们的频道其实 现在已经很少羞辱00后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聚集的上课模式 AKA 00后毁灭计划 已经让00后从动物 变成了病危动物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要去骂他们 真的就很过分了 所以我们就不骂了 当然我也没有说 我要求全面停课 因为全面停课的话 人民也会很辛苦 对不对 但至少教育部不应该采取 双重标准 或者是他们的标准必须明确化 而不是交给当地的县教育局 去做各自的评估 例如说 我们看到餐厅出现确诊者 我们就会关闭餐厅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学校出现的时候 却不用关闭 为什么 难道你就这么讨厌00后吗 连杀华校的董事会 也极力反对这一点 他们觉得万一出现病例 就应该关闭 虽然我知道上网课非常的不好 但至少上网课还能上课了 但一旦染病 生命垂危的时候 那就真的非常可怕 没有回头路了 对亚洲父母来讲 这是一个噩梦 因为你躺在病床上 你就不能够专心读书了 对不对 所以以上的三个问题 导致大马疫情出现了第四波浪潮 追踪能力不如Crippy Guy 疫苗又慢又要威 政府部门的合作 和纳英跳舞一样不协调 这就是现状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hashtagGradian Gaga的原因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个赞 给这个视频 并且分享出去 分享的时候 记得hashtagGradian Gaga 并且很重要的是 既然大家都知道 这么失败了 那人民至少 可不可以不要和他们一样失败呢 不要再趴趴走 不要再搞party 不要再去不遵守 那个如量子力学一般 变化莫测的SOP 以及尽量提高彼此的危机意识 这段话是真的 因为我已经非常非常久 没有回旧或看我的父母了 到这个年龄 你知道和父母相聚的时间 是越来越少 但是我没有捏造信件回去 因为我期待这个国家 可以康复起来 然后让我回去看下我的父母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好吗 各位拜托了 谢谢听我抱怨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